大家好,小子女人翠翠,养的孔雀鱼又下小嘴了 前次拍完视频,我们家里一条母鱼孔雀鱼下了能有30多条小嘴 我老公特意给拿到楼下单独去养了 前三天的时间左右吧 我老公说现在我趴的这条孔雀鱼的肚子大了 肚子都长成长方形了,屁股那块也已经发黑了 于是就把它放在这个繁殖隔离盒里面 所以你们看到里面有些这个母鱼的鱼便 一直放着今天应该差不多三天半的时间 这条母鱼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开始下咱了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鱼下咱 但是呢还是有点小激动 下的时候我老公把水腰镜打开 说是让钢鱼咬含量高一些 这样呢更有利于小鱼起飞 这些下的小鱼仔里面还有一个 只下了一个脑袋的小鱼 这个是在母鱼肚子里没有发育完全的小鱼苗 每次母鱼下咱的时候呢或多或少的都会有几个死态 这个是正常的 所以呢我总结了一下 那个怎么提前判断孔雀鱼要下咱了 一呢鱼肚子已经长成长条鞋 二个呢就是鱼屁股那个位置 那里已经有黑斑了 这就差不多这几天的时间要下咱了 如果说想要这个鱼快一些下咱呢 可以放你鱼缸到五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二的薪水 尽量是困过的水 然后不痒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水温在27度左右 这样有利于小鱼的成活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